门罗币由全球用户经营的分散式节点网络维护。 这些节点承担三项核心功能。 分发区块链历史、 验证加密完整性、 以及传输点对点交易。 如果没有节点的支持, 门罗币网络将无法存在。 运行自己的节点为用户提供了最高级别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。 任何一台联网且硬盘空间充足的电脑都可以运行节点。 首次启动时,节点会与网络同步, 并从其他节点下载整个区块链。 随着时间推移、交易数量增加, 区块链体积也会不断增长。 如果硬盘空间不足, 您可以通过修剪功能将区块链大小减少三分之二。 这不会影响您的隐私或区块链的安全性。 需要注意的是, 运行节点并非使用门罗币的必要条件。 许多用户通过官方核心钱包、 第三方钱包或移动应用远程访问节点。 节点运营者可以选择开放区块链访问权限, 从而允许远程用户扫描节点区块链, 并通过个人设备发送私人交易。 虽然远程访问不会暴露XMR的金额或接收方信息, 但恶意节点可能会传递不准确的区块链数据, 又使用户接受不准确的大额交易费用, 或者记录远程用户的IP地址或访问时间。 由于涉及信任问题, 建议远程用户使用洋葱路由。 为了安全起见,只使用可信朋友的节点。 此外,商家或高级用户则建议运行自己的节点。 有了活跃的节点, 用户能通过Dandelion++技术增强隐私。 当您运行一个节点时, 网络的被动观察者将无法分辨您是在门罗币网络上发送交易, 还是转发来自网络中其他节点或远程用户的交易。 从个人节点传输的交易, 是如何与中继交易融合在一起的。 这种分层传输方式掩盖了交易的源头, 进一步提升了隐私访护。 最后,门罗币交易, 无论是本地发送还是远程发送, 在近阶段Stamp Face会悄然转移到临近节点, 随后在绒猫阶段Fluff Face传播给周围的其他节点。 一个重要的区别是, Stamp Face可以持续通过多个节点, 从而模糊了Fluff Face开始的时机。 此举进一步地向网络观察者隐藏了交易的来源。 门罗币节点是构成了每个门罗币交易基础的核心概念。 访问getmonero.org, 立即开始运行您自己的节点吧。